当地时间18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视频中指责美国政府 扣留以军所需的武器弹药 引发双方争执 20号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称 鉴于美国给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支持 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令人不解 也让美方深感失望 不过 话虽这么说 美方的行动却让人看不懂了 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指责美国拖延向以色列运送武器 拖累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后 美国媒体报道称 这一言论激怒了美方 白宫取消了原定于20号 在华盛顿举行的 美以高级别会议 不过随后有白宫官员 向以色列媒体解释称 没有取消任何会议 只是会议细节还没确定 当地时间20号 有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当天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的国家安全顾问等人会面 以重新安排一场规模更大 更正式的战略对话会议 中东问题专家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院长李少先指出 美以之间关于输送武器的争执 表现出美国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美国表现出 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另一方面 美国又需要顾及自身的国际形象 不希望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发展和升级 以色列政府的利益和拜登政府的利益 它是发生了冲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了目前这个争执 这个争执 就是内塔尼亚胡表现出来 对美国的抱怨 其实他也有作秀 做给美国国内政治来看 内塔尼亚胡这番抱怨 必然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发挥作用 共和党什么的这些 他会向拜登施加巨大的压力 这也是拜登方面一再解释 我们没有扣牙武器 什么正在正常的用作等等 这样一个 所以凸显了美国在这场冲突中 他这个矛盾的这个形态和矛盾的利益 我们下期待在这场冲突中